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湾有些歌曲像桃花舞春风 其实从字面上来看 我是这样记很简单 因为春天这个季节桃花就开了 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联想 并不是说很特别或很相应的歌词的心境 因为这首歌里头 如果有些听众朋友听过 会知道有男生去当冰山的男朋友了 那女朋友就不舍 却要以这个国家为众鼓励的一个意境 其实我还想起一首歌春神来了 歌词里头也有提到花 梅花 这也是比较容易跟季节做连结 另外提到台湾的民歌有拜访春天 好像比较贴近最近这几天台湾的天气 这个炸暖黄寒还飘着细雨 应该说时情时雨 好 谈到这里听众朋友 您会想到哪些跟春天相关的歌曲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再度邀请天下杂志 微笑台湾记刊总监李佩书 要来跟我们介绍一些很适合在春天踩踏 说不定听众朋友边听就可以 勾起您哼唱属于你心中春天的旋律的 非常欢迎总监你好 嗨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上次在节目当中谈到疗愈公路 是很适合冬天的时候去探访的 其实有不少的听众朋友都蛮期待 有机会去走一走 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听众朋友 时讯又进入到春天 哇 这春季号也刚出炉 热腾腾的 特别导览了一些新发现 在这次的特别的感受是什么呢 为我们准备了哪些春天的饗宴 是 我们这一次呢 是用的是有任务的旅行 那这个有任务的旅行 大家都会很好奇说 这个任务到底是什么 那其实我们这次想要带给大家的任务 是说我们有没有办法用一个 比较友善环境 也就是我们最近其实 真的是全球都在讲的 永续的方式去旅行 因为我一下台湾20年了 这2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关注的 可能是台湾的乡镇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很多 大家在各地用不同的方式生活 然后我们也push旅人说 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地方 做深度的旅行 但我们过去一直在讲说 旅行或者是观光 是无烟囱的工业 这件事好像就是比较 对于给予观光产业 比较正面的印象 但是真的深度了解之后 我们忽然有一点担心了 因为发现说原来其实造成了很多 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 但是其实相对很严重的问题 包括我们常常就是在旅游旺季 尤其是台湾 台湾就是暑假 就是从6月到9月 可能都是很长的一个旅游旺季 然后在这个旅游旺季的时候 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 就是我到东港 然后经过那个渔市场 经过渔市场旁边 它就是一个码头 那个码头就是要去小琉球的码头 那个从早到晚都是排队的人潮 真的会让人非常的担心 因为小琉球它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岛 那我们看到的都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就是小琉球每到夏天有这么多人去 那其他离岛更不意外 包括蓝雨啊 包括绿岛啊 这样相对比较小的岛屿 那你就会担心说 哇那这个环境的承载量 有没有问题啊 因为你知道通常大家一窝风去的时候 会制造比较多的垃圾啊 然后或者是说它的生态 你看就是海边满满的都是人 那对于当地的这些海龟 他们的生活有没有造成影响 这都是一个很严重的担忧 那所以我们在想说 我们有没有办法用我叫台湾的力量 我们去倡议一个有序的旅行方式 而这个旅行方式又不是这么高冷 就是好像让你做不到 就是因为好像大家讲永续都是 离我们比较遥远这样子嘛 那因为大家最近都在讲 SDGs就是怎么样去对应到联合国 他们未来要朝这个永续环境 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其实在全球有制定了一个叫做 GSTC的准则 这个准则就是告诉大家说 我们怎么样用永续的方式去旅行 那你知道那个准则整个看起来有171条这么多 我们自己看了都头昏眼花的 但是我们就梳理了几个 我觉得我们个人就是比较好达成的一个目标 然后透过这个目标 我们可以试着去做 然后如果这个目标不够啊 所以我们安排了一些可以对应到这些目标 你真的可以去玩 然后透过这个去玩的方式 你可以去充电你自己 然后对于这整个环境 或对于地方来讲 都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跟循环这样 是没有错 这个春天旅游 或刚提到你个人的经验 夏天也是一些小岛 离岛呢 人满为患 其实不光只是这个旅游品质 可能会大大折扣 我们更深层的来看 就是说这个永续的概念呢 我们一定要放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提到这外岛 那以这样子的理念 做今年的春季号 来介绍一些地方 当然就不是大家一起去 可能比较大的景点去凑热闹 如果提到外岛 像澎湖 就是一个台湾民众呢 夏天都会去的地方 而且近一点的话 也许有些人会规划 像四到六月就有这个花火节 这已经二十年了 这很热闹 很多人说我订不到票 觉得很沮丧 但事实上就要对应到 刚才总监所提到的 或许呢 我们除了四到六月之外 这个花火节 也许呢 去看一看 但是我们如果真的踏到 澎湖这个块土地的话 也许可以静下心来 可以找到一些人跟室 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澎湖 我多年前去过这么一两次 这边海风很大 然后渔产很丰富 像坎沟是不是在澎湖可以看到 是 我们讲到澎湖 今年 因为大家讲到澎湖 都会讲到花火节 那澎湖今年的花火节 是二十周年 然后四月二十五号会开始 那我觉得这个也算是 还蛮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那当然不是说 就是我们叫大家说 忘记不要去 也不是这样子讲 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在 譬如说在忘记 或者是在寒暑假的时候 我们用平日的时间去 去舒缓那个人流 我觉得对于里岛也是比较好的 那当然我觉得澎湖 她还是有她夏天的魅力所在 只是我觉得刚刚Nancy也讲到 你去到这边 风很大 我觉得这件事很好 我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我其实在去年的夏天的时候也去 然后我跟我的记者两个人 因为澎湖 你知道开车就会觉得说 好像跟外面隔一层 所以我们就用骑车的方式 骑机车的方式 然后那天真的是风大到 我们两个真的很想要弃车而逃 就是把车放着我们就离开 因为我们就是要过那个跨海大桥 到二坎那边去 然后那个整个跨海大桥的风 真的是觉得我真的会被连人带车吹下去 但是你觉得说哇旅行其实就是这样啊 你就是必须要有一些很特殊的记忆点 那个旅行对你来讲是其实特别有意义的 那不过我们这一次在采访澎湖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冬天的时候去 那我看到了完全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景象 因为就像你说的风很大 到了冬天的时候更是如此 因为东北气风的关系 几乎冬天没有人再去澎湖 所以你饭店很好定 你所有的热门排队的餐厅 全部都是你几乎就是走进去就可以吃饭 那个又有另外一种爽感 我不得不说 对那的确你就是要接受它那个时候的样貌 那我觉得它也会在你心目中有不一样的形象 因为我过去我自己常常说 我好爱澎湖好爱澎湖 但是你如果没有经历过它的四季的时候 你凭什么说你爱它 会这样子扪心自问 那澎湖很有趣的一点是 它虽然东北气风很强 那个强真的是让你觉得 你有办法走在路上吗 那种感觉 但同时你感受到它文化的另外一面 你要想像澎湖人居然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了 他们的心理素质是有多么的强韧 他们要在这边安身立民 要在这边找到自己活下去的一个方式 那同时如果你很喜欢吃海鲜的话 你就不要夏天去 因为夏天的海鲜你知道鱼肥的季节永远是在冬季 因为它们油脂会长起来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是海鲜控的话 麻烦你务必就是冬天去澎湖 这样讲到现在有没有觉得说淡季其实有一些可以去澎湖的理由了 真的耶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非常的心动 所以我刚刚提到那个砍沟 当然我是听别人说我那次去是没有看到了 是可以看到吗 真的可以看到这个砍沟 真的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呢文章里面有介绍了几个 因为我过去我刚才也讲我们常常去恐怖 但是我会觉得说那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好报道的 但这一次去发现说哇非常的惊喜 就是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那也有很多人是因为太喜欢这边的生态了 所以就是移居到这边来 那刚刚Nancy讲的这个砍沟呢 就是有一间叫做年年有春的这个品牌 它的春呢是渔布的那个春 它就很希望说哇我们的四季或者是说每一年都有很棒 很丰厚的这个渔获量 而不是一直在担心这个海洋资源的消耗 所以它就用了一个体验的方式 希望带大家更了解台湾的海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它其实是一开始它是做保育的 就是它想要讲的比较是海洋资源啊 然后保育的运动啊 但是它一直做一直做它会遇到一些瓶颈 所以这也让它开始思考说 它应该要怎么跟我们一般的社会大众谈这件事情 这么严肃的事情 所以它就想说 大家唯一不会排斥的是吃海鲜嘛 我们刚刚讲的鱼肥美的季节 所以它用海鲜的方式用餐桌上的鱼去谈海肺的问题 海洋废弃物的问题 所以它带大家去十里沙滩这边 可以做砍沟的一个体验 那砍沟它其实就是非常古老的渔法 就是大家一起把那个网子这样子拖拖拖拖拖上岸 然后那个网子有多大需要的人 可能就有多多这样子 然后除了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方式之外呢 它还做了一个叫做敲鱼肝 跟做那个鱼的标本 因为你知道我们大家一般吃的丁香鱼 你就会很习惯就知道是那个杏仁小鱼的那个小鱼肝嘛 但是去到那边它一讲我们才知道说 哇原来鱼有这么这么多种 那有一些可能是长得很像 但是并不是丁香鱼 那可能市场上都会统称丁香鱼 所以在这边就可以了解到说 哇鱼有这么样多种 然后在什么样的季节可以吃什么样的鱼 然后它教你怎么样去辨识 那同时呢它也带大家去到这个鱼工厂 让大家知道说哇原来丁香鱼这样子 一上来要先用什么样的方式蒸过 然后那个蒸过之后大家再去挑挑完之后再去晒 晒了之后变硬邦邦的嘛 然后它再来敲 把它敲成那个只有肉 然后那个骨头剃掉 然后这样就会变成什么样的鱼竿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哇这样子的生活方式 其实就是当年澎湖的鱼村的生活方式 但是在台湾可能越来越少见 那它透过这样子的体验你可以去报名 然后你可以参加这样子的课程 我觉得是来到澎湖可能可以去试试看 然后不能错过的一个很好的体验方式 好来到澎湖呢 好像没有去吹吹海风 或者说吃个海产了 我觉得你白走这一趟了 所以这是还蛮特别的 也保留着传统的砍沟 但是鱼竿真的是还蛮少见的 所以这是澎湖的当地的一个难得看到的一个景象 那有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 继续把这样子的一种记忆也好 或者说这种他们跟土地连结的一个很深的 耐以为生的一种方式 再翻转一些新的生命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好我想澎湖可介绍了很多 但是今天节目时间有限了 稍后我想我们再转到另外一个地方 拉回到本岛好了 澎湖就让更多的朋友来翻阅 这个我们春季号的微笑台湾记刊 那稍后我们要到台湾的另外一个 如果你最近还在吃橘子的话呢 这个地方或许会让你勾起很多甜美的记忆 台中东市到底有哪些 好去看看 去跟他们这些 青龙也好 或说不管是二代的传承也罢 他们有好多可以跟你说的 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阳光就是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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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自由飞翔 阳光就是阳光 世界在我肩膀 阳光是你 是我生意的翅膀 Fu出感动 让爱飞翔 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RTI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 两安居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邀请到天下杂志 微笑台湾记刊总监李佩书 带我们到台湾一些好地方来走走 春天嘛 这个春天旅游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不过要记住 我们要有永续的这样的概念 要放在我们的心中 除了跟大家一起拿到一些知名的景点之外 其实有一些地方 你稍微驻足来跟他们谈或聊一下 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我们现在就要来到台中的东市 其实东市 云林也有东市 台湾的一些地名 有一次我说东市是哪里东市 是云林的 不是台中的 好 台中东市呢 我曾经也开车经过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 因为沿一些小路 就有一些水果 那我就看到有梨子 还有这个 就是碰干 可是现在碰干没有了 新竹一带的一些橘子 还可以看到 好 那这次特别选这个地方 就是它是一个 我把它估计也叫 小山庄或山城 这些其实人口并不太多 可是每次开车经过 都会觉得 他们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呢 住在这 交通这么不方便 可是又看到水果 我觉得我每天看 我也很开心 可是我不会种水果 好 总结果来跟我们聊一下 这一次我们特别找到这个地方 我想呢 应该是 有些人就像你说的 像澎湖 类似啦 他们就愿意在这个地方 就守着他们的果园 或说他们的这个农场 是吗 是 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东市 台中的东市 我们过去就说客庄 就是客家人聚集的地方 大家可能比较知道 是在陶竹苗 这个台山县的沿线 那要不然就是屏东的六堆 但是其实是在台中的东市 它其实也是客家的聚落 所以我们这次来到这边的时候 就是哇好可爱 好亲切 就是大家就是讲客家话这样子 然后用客家的礼语 来跟你介绍他们的文化传统 那其实就像刚刚Nancy讲的 里面这边有非常多 从外面回去的年轻人 那他有一些是 可能是想要照顾爸爸妈妈 然后有一些是 就是觉得自己的产业 没有人顾很可惜 所以回到自己的家乡 但是他们同样的一个 共同的里面 就是想要用好的方式 来照顾他们的农田 或者是果园 就是相对可能是有机 或者是友善的农法 来去照顾他们的事业这样子 那这个带路人呢 叫做好乐农庄 好乐农庄 他家为这个女生呢 她是东市的媳妇 那他们一开始就是 两个人原本是在 台中的市区 丰园那边在开这个桌游馆 桌游体验 年轻人嘛 他们就觉得这很好玩 我要来开个桌游馆 但是后来就真的是 为了照顾爸爸妈妈 所以回到东市 但是你知道做农的时候 跟在都市不一样 他的那个淡忘记 特别的明显 所以他对于年轻人 你知道就是如果正在 只是还在耕种的时期 他们就会很慌啊 就是农险期的不安定感 就会很强烈 所以他们就想说 那是不是可以做一些 食农教育的活动 或者是我们讲的 那个休闲产业 来做一些这样子的 一个调配这样 而且他们很妙 他们因为在东市 主要的作物 通常会是离子 我们常常讲的 就是东市的离子 东市的柑橘比较多 但是他们这边 不是种这个 他们是种蓝莓 就是我们国外 才吃得到的这个蓝莓 很少见吧 是真的 对 种那个蓝莓跟茶油 就是要去压榨成 茶油的那个茶油脂 然后这个其实当然就是 他的长辈 他们就是比较养生 所以他们想要种一些 是比较对于 我们常常讲的超级食物吧 这个营养可能是 又更胜一筹的作物这样子 所以也因此他们在这边 就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 所以他们在做这个体验的时候呢 就可以带大家去采这个茶油脂啊 然后自己压榨 那个现榨的苦茶油 就可以知道真的是 一点一滴得来不易 因为他用两个不一样的方式 一个叫做传统的油榨 然后一个叫做螺旋的压榨 这样子两个不同的方式 来制作油品 那可能风味啊 或者是压出来油量都不太一样 那等到油出来之后呢 他再带着小朋友 带着亲子的旅客来这边 动手做自己的茶油的煎蛋啊 或者是茶油的拌面 等于是说 你一路的体验 最后还可以把你炸的这个油 来做成料理 我觉得这是对于 亲子的课程是非常好的一个 就是食农教育的推动 真的很不错 刚刚提到茶油 脑海中就浮现我小时候 妈妈就用茶油拌面馅 就很好吃 大家都说很顾味 对对对对 那年轻人真的很有想法 就是说在东市你可以种柑橘 那也可以种梨子 但是他们就种 竟然还有蓝莓啊 而且他把这个教育融入 也真的是很好 因为一变是现在乡下的孩子 有些也不见得会碰到土 我觉得如果没有父母亲 很用心的去带领孩子的话 都觉得不要碰太辛苦了 他们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挺好的 就用在地的资源 然后来翻转更多的可能了 哇这是这对夫妇 所以在附近的话 像他们这种食农教育或有机农场 应该会很多吧 年轻人的想法总是 我想我们今天谈的是永续嘛 我们可能比较接受这方面的资讯 而且可能可以改变的机会会大一些 是不是有机农场也不少 对没错 因为我觉得好乐农庄 最让我比较感动的是 它不是只有自己做自己的 因为如果每个都是单点的话 其实在这边你很难串联起来 你想想看谁会大老远 千里迢迢开车 只为了体验你一个 对一个农场就走了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相对那个商机跟产业链 就比较起不来 所以我觉得 好乐农庄做了一件事情 他那时候就带我们去好几个 做不同事情的 这样子有机或友善的农园 他们都种不一样的东西 那其实包括 就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 有梨子的种梨子的果园 那他这个果园的也是青农 他就会教大家怎么样做嫁接 因为其实东西这边是高阶梨的故乡 那你知道透过人工嫁接 他可以把高山上 就是我们讲的温带的水梨 然后他可以到平地嫁接 然后甚至说在一棵树上 你可以看到两三种不同的品种 那我觉得这对于 整个我们在譬如说 做体验的时候 在做建学的时候 包括大人去 大家都会觉得很新奇 然后你知道 譬如说嫁接应该用什么样的角度 那要怎么样把它结合 要怎么样缠绕 它才能够活下来 然后长出梨子 我觉得这个是 接下来 我预测其实这是一个 不只是亲子 现在甚至一般人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没看过 可是到了这个农村里面 你可以看到完全 跟你一般所抵认到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知识 你可以在他们身上 学到不同的事情 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我觉得是接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那包括我们有讲到 东市它有产柑橘 但是现在可能 譬如说春天进入夏天之后 可能没有柑橘了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他们这边就是 生态太好了 它是用有机的方式 来照顾柑橘园 那它柑橘接下来 就是现在是开花的时间 然后有半年都在开花 那这个开花期呢 晚上就会有萤火虫出现 然后你知道就非常多的旅客 他们就会来到这个柑橘园 看萤火虫 那晚上看萤火虫 那白天要做什么呢 它就会带你摘这个柠檬 然后去采花蜜 就是采那个蜂蜜 然后把它做成那个 我们自己每一次在家会吃的 那个柠檬爱玉 我觉得就是 这个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这是在这个开花的时间点 才可以去体验到的 那我觉得像种种种种 它包括像东市有一个 很传统的酱油厂 那这边的酱油厂 跟其他地方又不一样 它是用柴烧的 然后是用黑豆的原料 然后还有这边 东市的山泉水来做的 那我觉得这样子 一路的这样子不同的产品 不一样的植物 或者是果物的这样的体验 就可以让你知道说 哇农村的生命力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 大家都说 务农其实是个体力活 是还蛮劳动你的身体 有时候会疲惫 但是它把它串联一些 非常有特色的 在地的这个农业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棒的想法 那更可贵的就是说 会有一些人 有同样的理念 他们在不同的领域 都是在农业 但是他们有相同理念 就把这样做一个 非常好的串联 所以说 就像总监说的 你可能不太会 因为只有一个单点 的一个地方可以去 你就会冲到那里去 但现在呢 它可以连成一条线的话 有更多人来想 应那是更好 而且它还有这个教育的意义 从体验当中 让我们去想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可以不要做些什么 当然如果说能够投诉 在一个非常棒的民宿 也有这种永续概念的话 也是非常好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 就点到这两个地点 事实上呢 我想在我们出发之前 也可以做一样相应的一个 配备心态来出发 所以呢 在这边是不是 也请总监来跟我们谈谈 因为在刚刚时 我们提到说 要连结到这联合国的 这种永续概念 其实有这么多 也许呢 我们就从简单 个人的这个态度 来开始做一些调整 不晓得 每次跑那么多的地方 如果在今年春天 打算呢 有任务来旅行的话 从出发几步开始 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是 就是我们这边 这一次呢 有用了一个叫做 身为一个金牌旅人 应该可以响应的 七大的永续行动 然后我们来 大家一起试着做做看 然后我们给大家的任务呢 是哪七大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你可以选择平日跟淡季出游 淡季如果大家觉得说 这个我真的不习惯 没关系 你就先试试看 用平日的方式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因为其实除了刚刚的 生态承载量过大之外 其实你知道当一个地方 如果只有六日有人 但一到五都没有人 你觉得这样子的结构 跟产业链会健康吗 那他一到五该怎么样生活 那只有六日的 这样子的一个收入 能够这样支撑他们吗 会不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 其实都是我们在思考的 所以我们才会用这样的方式 告诉大家说你可以分散人潮 而且同时其实对旅人比较好 因为你可以真的是用比较舒服的环境 来去这边好好的玩 因为我们常常听到读者讲 你们去都讲得这么美这么好 可是我去那边就是很多人 就是那个老板都很忙 都没有办法跟我讲上几句话 对我觉得这就是差距 因为我们是可能是参集 或者是去平日去拜访 所以看到真的是他最舒服的那一面 对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最基本的 我们没有办法自备 我们盥洗用品 或者是环保餐具 因为你知道在海洋的废弃物里面 有绝大多数都是跟餐具有关系的 那我就觉得哇好可怕 然后甚至说全台湾饭店跟旅宿 他们在提供这个备品 比如说牙刷这些东西 都会变成废弃物 是三万五千份这么多 那我就觉得哇 这个数字真的统计起来这么惊人 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自己带的话 能够减少一点试一点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感的话 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巨沙城塔 你不做的话就是零 那真的每个人做一点做一点 其实你会影响到身边的人 那另外当然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办法尽量的运用大众运输工具 或者是共享的汽机车 比如说你真的要开花都很远 反而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应该要坐火车到那边去 然后再在那边再租车这样子 也相对的比较轻松跟舒服 那另外比如说像选择永续的旅宿 就是环保的旅宿 他们本来就支持这样的理念 比如说他提供的早餐 是用在地的食材来制作给你吃的 或者说他也没有提供备品 他是用大罐的那种洗目的这样子的用具 我觉得也是相对于比较好的 那再来就是你可以参加一下 那个在地合法 而且在地经营的这些体验游程 你都要去那边玩了 你应该去深度的了解 这边的文化或者是生态的时候 应该可以顺便给支持 当地人经营的这些体验游程 那最后当然就是我们要最好可以支持地产地销的东西 就是你在买伴手里的时候 你可以注意一下 是不是在地生产的小农制造的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就是要让我们所有在旅行的所有的花费 尽可能地直接进到在地 而不是说那个其实是外面工厂做的 然后是外面批来的 我觉得那个就是失去你去那边旅行的一个原意了 还有一个忘了讲的是 当然也是最重要的 你要尊重在地的文化跟生态的环境 那这个东西就是 最好是你可以提前做一下功课 了解一下这边有什么样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的地方 然后你可以事先知道 你就到那边的时候 你就知道可以怎么样跟这个地方相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太棒了 在台湾我们这块土地在疫情还没有解封 出国旅行 其实大家也都觉得说要做旅游攻略 在台湾我们也可以来落实去 一方面我们可以享受轻松 也可以把我们支持他们的力量给带进去 我想身为一位金牌旅人 就是在春季号当中 一些小小的提醒 我们鼓励大家春天旅游 抱着轻松的心情 但是或许在今年可以来点改变 说不定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 也许你心中唱着非常愉快的歌曲 好 今天非常谢谢 听一下杂志 我叫台湾集刊总监李沛叔分享 谢谢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华丽姐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红州再会